今天早上7點鐘的機票 晚上8點再飛回來 香港人走路都走超快 現在人也太多了吧 現在還在台灣的話 我們在床上睡覺耶 目標今天是吃午餐 然後呢 我聽說有一間很厲害的丹塔 哇塞 請問丹塔在哪裡 在那個 走得到嗎 超好吃的啊 他最近吃了丹塔 他這個酥皮的部分 世界著名的炸雞 比麥當勞炸得再粗一點點 更脆一點點 欸 我很喜歡耶 怎麼辦 這薯條超好吃的 你看 它這樣拍起來真是超級可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烏 歡迎收看香港當天來回探險記 誠如大家所見呢 我現在又在桃園機場 我今天呢要挑戰 不可能的任務就是 當天來回香港 我跟你講這個故事真的很有趣 因為呢 我昨天晚上就在刷那個Uber E 就看一看一看就想說 喔 好想吃港式喔 可是我 東華 西華都沒有看到 我真的很想吃的餐廳 我就靈機一動想說 還是我就去香港吃 我知道真的荒謬 可是我真的就是突然就萌生這個想法 幾個小時前 我就訂了一張機票 來回的 今天早上7點鐘的機票 晚上8點再飛回來 我甚至沒有帶行李 你看 我就只有一個後背包 然後穿拖鞋 真的超荒謬的 沒有設定任何的行程 freestyle 當作是好好的休假一天 順便完成這個酷酷的挑戰囉 我是7點的飛機 我6點才到機場 等一下就可以吃港式飲茶囉 現在是沒有化妝的狀態 反正想說等一下上飛機再化 另外呢 因為我剛剛是搭Uber來機場 上車那個Uber是不是就很好笑 我覺得這對話實在太荒謬了 他一直覺得說我好像是要來接機了 你是要出國喔 那什麼時候沒有很緊張 晚上就回來了 喔是喔 你居然沒有玩 我去香港 喔 那怎麼會快點回來 當天來回吃個飯就回來了 這樣 那嘛 當天來回 當天來回 機票買一下是多少錢 一萬三千多塊 你去那邊有朋友是不是 沒有欸 我就去看看走走這樣 就很單純自己出去走一走 對對對 對喔 你應該想說我去機場怎麼沒有行李 我一個你要去知道 他就要穿拖鞋 OK 我出發了航空 航龍航空早上7點 12小時後就回台灣嚕 你們知道嗎 我超級愛吃叉燒飯 那種蜜汁叉燒 或者脆皮燒 我愛爆掉 蜜汁好餓 好的 各位觀眾 我現在出來啦 那天大家都會去拿行李 可是呢 因為我沒有行李 所以我可以最快的速度 從機場出去 我原本想說要在飛機上面化妝 可是因為我太累 我就睡著 睡過頭 現在整個臉都是很腫的狀態 我要先趕快來買機場快線的票 24分鐘直達市中心 超快速 來了來了 香港的交通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我現在決定 現在車上好好走 搭完機場快線了 我要轉那個全彎線 因為我想說今天時間比較趕 我就想直接在旺角 或是那個尖沙水那邊 香港人走路都走超快 這個也太多了吧 人超多的 大概兩三站就會到尖沙水了 抵達尖沙水 要去吃東西了 反正呢 我今天應該都會混在這 從這個地鐵站出來了 然後 這兩個出口是會不太清楚 這附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能吃的東西 哦 好像熱鬧的地方再往前走一些 邊走邊看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天啊 這是紅茶冰室嗎 可是我又吃這個 哦他沒吃過紅茶欸 天啊我身邊走都走到了欸 就是這個好了 登登 我之前吃過很多間冰室 可是就是紅茶一直都沒有吃過 然後我好像有看過朋友來吃過的樣子 現在才早上10點多 好啦 我們就先吃第一餐吧 好隨意喔 我才從地鐵站走出來大概50公尺 有沒有看到嗎 他說 優位是優位 優位 優位 好 謝謝 因為我是跟別人對面坐的這種 就是一個小位置 然後有一個隔板 隔板對面會坐著一個人 因為現在10點多 所以有些東西是11點後再賣 還沒有開10點 先吃一些早餐類的東西好了 看看優位啊 我對面坐了一個美女 不知道還要她嗎 反正就是呢 我跟她的距離真的很近 你看 她就會坐在這邊 我就真的是跟她面對面的這樣吃 然後呢 我點的是凍檸茶 嗯 謝謝 沙爹牛肉麵 這個我之前有吃過別人的一口 覺得很好吃 就是很夠味的那種公仔麵的感覺 然後這是早餐的麵包 哦好香喔 天啊 欸 如果現在還在台灣的話 我們在床上睡覺欸 目標今天是吃午餐 吃完午間再回去好不好 我會覺得這個超級夠味 它是那種很濃的那種湯底的感覺 是我的嗎 哦謝謝 我吃這樣三秒去 43塊港幣 這個真的超夠味 超好吃的 台灣的粉絲 很巧 這邊也是 來快閃一天欸 等一下就回去了 太帥了 香港的地市 我之前都會搭地市 可是這次呢 我不用搭 我就在這邊移動 遊走這樣子 然後呢 我聽說有一間很厲害的蛋堂 然後在附近 不好意思 請問蛋堂在哪裡 在這邊 在哪裡 在哪裡 在那個 走得到嗎 超好吃嗎 超好吃 那這一次的蛋堂 有比back house好吃嗎 真的嗎 超好吃 掰掰 我們去找 哦 看到了就在那邊 我跟你講 因為香港的蛋堂很有名嘛 之前呢 我聽到最有名的 好像就是back house 就是那個藍色的袋子 可是呢 很多人說 hashtag B 才是最好吃的蛋堂 我就來比較 看看到底是哪個最好吃 OMG 就在這裡欸 網路上說 他都要大排隊 現在還很早的關係 所以好像還好 來吃網紅蛋堂 哇哇哇 大家都很開心地在拍照 除了蛋堂之外呢 他還是見麵包店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你好 我想要一個這個 一個 嗯 兩個好了 兩個 三個有盒子 裡面要三個 三個有盒子 啊 那我要兩盒 看這個蛋堂漂亮 它真的很好吃 呵呵呵 這個卡 啊 好的 各位我買到了啊 你看我還特地在買了一盒 想說帶回去吃 大家呢 好像都在這邊拍照 就是跟這個牆 我看到很多女生都這樣 就這樣 哈哈哈 那是不是他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來這間 好像是剛開一個月的店拍照打卡 你看看起來超讚的 多層的感覺 欸 看我等不及了 我也要跟他合照一下 嗯 他不知道全身怎麼辦 我幫你拍喔 喔 可以嗎 謝謝你 因為你下面這樣拍 你就幫我錄橫的這樣就好 對對對對 你是拍Vidio嗎 對對對 拍全身 可以可以 那倒不是很遠 可以 好 來 321 可以 好可以 遇到友善的香港人 真讚 外面是酥皮的那種感覺 變成酥派那種 好好吃喔 裡面的蛋還是熱的 那種現烤的那種 你看它這個酥皮的部分 底部是烤到那種很脆很硬的那種 好的各位觀眾 現在我繼續在這個尖摔 在尖摔嘴附近閒晃 真的是東西吃太快 我現在有點飽 想說散散步消化一下 這附近好像沒有什麼可以逛的店的樣子 我在找尋一下 這樣秋秋的一天其實蠻舒服的 而且我覺得香港人真的好熱情喔 就很喜歡這邊的氛圍真的 肥仔祭麵家 我發現他們真的很多什麼肥什麼 肥姐啊肥妹啊 而且只要冠上那種肥質的感覺就特別好吃 那我也開個肥無麵食館好了 各位跟你們說一個就是冷知識 如果說你們沒有去過日本 你又很想吃阿福利拉麵的話呢 其實在香港的尖沙嘴這邊有阿福利拉麵 你看我背後 在這邊很好吃 我都是醬油口味的 好熱喔太陽好大天氣很好 天啊是緣分嗎 我這樣隨便走隨便走 我就看到一間上次我有來吃的燒辣店 滿多人推薦的 上次我沒有拍到影片裡面去 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好了 叫做棋子燒鵝 然後我那時候來吃的時候 非常多上班族來吃 感覺是在地人蠻喜歡的 登登 像木齊就這些嘛 就是叉燒阿燒辣阿燒男阿什麼什麼之類的 很想吃這種的蛋的有沒有 看起來都很好吃 這些肉類阿飲料什麼的 菜燒的阿我感覺是脆皮燒男 它外表叫燒肉就是脆皮燒肉這樣 裡面就是燒奶還有這個滑蛋 金金 本人的超級無敵 愛喝鹹林奇 就有沒有這個鹹的檸檬 超爽 脆皮燒肉 它那層皮是脆的耶 像餅乾這樣脆的那種 我之前有吃過 他說是脆皮燒奶 結果是薄的 不行你一定要切得像這樣子 四方形你知道嗎 就是每一面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是厚的 它叫好吃的脆皮燒奶 它這一面 這個豬皮的部分一定要很脆 像餅乾那樣子 噢 它是脆的 然後尖沙嘴這邊還有一間手錶泰奶 就是正宗的泰式奶茶都在排隊 來香港一定要吃的富豪雪糕 結果排好多人喔 你看大家都在等著吃雪糕 哇 然後這邊就是海港城一整排的精品店 百貨公司這樣子 就裡面什麼都有 有Celine啊然後愛馬石像奈兒什麼 全部都有在這一條上面 海港城裡面呢 其實有點像101的感覺 就是什麼都有 從貴的精品啊 到一些比較中價位的服飾品牌都有 然後還有餐廳 好的各位觀眾 現在呢我又大概晃了一個多小時 在剛剛的期間呢 遇到非常非常多香港的粉絲 我真的非常非常愛你們 沒錯 經過一個小時的逛街 我已經消化完全了 我要去吃一間炸雞店 好像是在菲律賓跟美國都蠻紅的 叫做快樂風 你好 你好 你是在小博嗎 喔是廣東話嗎 喔 小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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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唸錯了喔 小博 嗯 在這邊走過頭了 快樂風 Jodyody Oh my god 我們是世界著名的炸雞 吃飯囉 我從來沒吃過 喔我聞到那個味道了 好香喔 其實有點肯德基的氛圍 好的我的炸雞好囉 喔這邊讚喔 個人雅座 我就坐這邊好了 它的logo非常可愛 叫Jody D 它薯條也看起來超讚的 我點了它的經典的套餐 就是炸雞薯條配可樂 很好吃耶 很多汁 它看起來有點尷尬的 可是它其實不現炸好的 皮不是那種脆的 是薄的薯條 主要是這種細的 然後我覺得它比麥當勞炸的 再酥一點點 更脆一點點 欸我很喜歡耶 怎麼辦 這薯條超好吃 你看它這樣拍起來 是不是超級可愛 就是炸雞套餐 吃完快樂風了 我真的給它很高的評價 因為真的很好吃 晃晃晃晃晃晃 我突然覺得好熱 我整個頭都是濕的 我想說來體驗一下 就是在香港洗頭 會怎麼樣 或是剪個頭髮也可以 因為你飛之前呢 我想要剪頭髮 結果時間不夠 就沒有剪到 就在這邊 來個正港仔的髮型 你們覺得怎麼樣咧 這邊的15樓 好像有一間髮廊 我是隨便找了 我也不知道 就來解解看吧 一切都看原本啦 到底會不會好看咧 好的 現在我現在裡面啦 結果它就說要等一下 因為我真的是 隨便找一間 然後就上我來 然後就換個香港髮型 因為我現在 裡面跑超級 現在沒有設計師 所以我只能去別件 我現在沒有設計師 所以我只能去別件 趴趴的 洗碗頭了 我剛才不小心睡著 因為太舒服了 不然按摩 真的很好看 我好像從來沒有抓張過 然後覺得我快變比較立體 變一個人咧 我們來拍那個after 然後再去外面吃點小東西 差不多就得回去 大家對我的新髮型覺得怎麼樣呢 下午就在4點半左右了 天氣比較涼爽一些些 我覺得整個心情都很好 我剛剛邊洗頭邊肚子 剛剛應該是助理幫我洗的頭 他那個手法 不得了 魔幻之手 他這樣 一用 我整個 沉浮於他 你知道嗎 好的 現在我要去吃東西 我決定打 計程車過去 我要去吃一點點心 因為我時間快不夠了 我大概只剩兩個小時左右 我就要去打飛機了 好的 各位我現在來到這個熱鬧的地方 這邊是旺角的周圍 我忘記叫什麼街了 反正就好多人好多人喔 好像有來過這裡耶 哇塞 找到了 西黃點心專門店 在一個我覺得蠻隱密的地方 看他到底多厲害不 西黃點心 他們說 這個呢 是用來筷子的應該是 是這樣嗎 沒炸到 沒炸到 沒炸到喔 沒炸到你 但是沒炸到你 我們呢 看 看 看這個可以的 看下去 這要包一片 好的 各位看 這是我精挑其成 都是我愛吃的東西喔 糯米雞 蘿蔔糕 然後這個是 牛肉什麼什麼 燒麥 看起來超好吃的 OMG 你看這個燒麥 牛肉還好吃喔 加食很多汁 很熟打 豬肉 脆的 他做都是脆的 好好吃喔 糯米雞 我本身是米飯控 可是如果說是油飯 或是糯米農的 更愛 撕開之後 裡面長這樣 其實很大一包 他的肉啊 什麼的餡都包在裡面 然後糯米是黏的那一種 OMG 好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身後的麥當勞 你們猜猜看 我要來麥當勞吃什麼東西呢 現在好像在香港跟澳門啊 有那個限定的麥當勞跟Kidcat聯名 巧克力派 就是我們是蘋果派嘛 他們是有巧克力派 我已經看到很多人打卡了 我超常有試試看了 到底多厲害 我們就來一看究竟吧 這應該也會是我在香港的最後一餐 我真的已經試不下 我現在快吐了 唉唷 這邊就有機器點餐 看一下 蘋果皮 蘋果皮應該就是蘋果派吧 酥皮豬骨力派吧 應該是這樣唄 點一個這個 好的各位 我趕在最後的最後呢 終於買到了這個Kidcat 跟麥當勞的聯名 去去看 聞起來超香的 第一口全部都是那個皮而已 我這樣吃下我反而覺得說 它厲害的好像 是它的酥皮 反而它那個聯名的巧克力醬 我沒有特別的感覺 就是就是巧克力醬 你看它這個酥皮真的很多層 而且不油膩耶 很有層次感 超好吃 唉唷 厲害喔 有沒有看到現在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 也到了我該回家的時刻了 旺角站我要搭地鐵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東波西波石 就要變得有點緊湊 現在應該已經晚上7點了 我是9點的飛機 應該現在就要到計程車 比較安全 趕快吧 各位現在我成功跳上了機場快線盒 真的是太累了 我剛剛剪頭髮的時候 要一度剪到睡著 我要稍微瞇一下 然後等一下來到機場 就跟大家說掰掰啦 應該實際到香港落地 應該才9個小時多10個小時啦 然後走那麼多地方吃那麼多東西 而且很滿足 也很開心 比較很多香港的粉絲 嗨你們囉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啦 下次有沒有可能會再去別的地方 當前來回 太恐慌了 好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 訂閱按鈴鐺 最喜歡開小鈴鐺喔 下次見 掰掰